大家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獎 然後就在前陣子 非常多朋友都傳給我一個YouTuber的影片 然後每一次傳給我都說 韓國人你被這個外國人罵了 這我當下非常的傻 因為長期可能罵我的都是什麼 這些小絕青啊 或者是這種輪子華人 那當然小絕青跟輪子華人就算了 因為他們都是跟我一樣 面臨是兩岸問題 都是我們中國人之間的問題 但是今天我完全沒有想到一個老外 然後他的頻道叫什麼斯坦說中文 然後他是住在波蘭的一個老外 罵我 我其實很多的朋友都說 韓國人你應該要做出一點回應 回擊他 但是我只想要講幾句話 如果我真的要回擊他 我真的內心話就想告訴他說 關你屁事啊 兩岸的事情 到底跟你遙遠的波蘭有什麼關係啊 那當然啦 韓國人是什麼樣 我是尊重民主自由言論自由 所以你要批評我啊 OK 因為他這次的影片是2021 2月25號PO的嘛 哇現在觀看8萬多 罵我的觀看流量也有這麼多 但是各位啊 罵我可以 不要造謠 不要抹黑 不要亂罵 你今天一造謠抹黑 亂罵我 真的我完完全全就覺得怎麼樣 你是一個很low的人 很糟糕的人 就好比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關注到他罵我的影片 也就是他的封面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寫我是韓啊 用嘴巴韓的那個韓國人啦 然後還把我怎麼醜化寫著支付寶啊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要醜化我這個人 所以我也覺得不意外一打開怎麼樣 完全論掉跟小絕青跟這些輪子都是 一毛一樣的 而且他的影片大多數講的議題 其實跟波特王都有87分像 我看完有時候我都覺得 哇你這個斯坦說中文 你今天你敢來挑戰我 你就不要造謠加造假 因為我看到你太多影片裡面都是在說謊啊 就好比他今天評論我的影片 我都把它打成什麼 哇我相信斯坦你會很感動 我都把你講得有點不輪轉的這個中文啊 我都把你打成這所謂的文字稿 像他說啊今天斯坦要抱怨的是啊 台灣人或是正常人都會討厭的那個韓國人 我當下我看到這句話 他都傻眼了 請問你怎麼知道 你現在此時此刻最好笑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各位朋友 這個斯坦說中文這個人還在波蘭 他不是在台灣 你怎麼知道 而且你正常人跟台灣人 都會討厭的定義在於哪裡 所以為什麼我很不爽 我最不爽就是你們這些老外 整天愛干預我們兩岸的事情 干預我們兩岸的事情就算了 然後你講的話語 是要挑起兩岸的紛爭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波蘭人 此時此刻都在波蘭 兩岸發生戰爭 你會幫台灣打仗嗎 我最賭爛就是你們這嘴炮外國人 整天說要挺台灣 挺到哪裡去了 就像今天看到波蘭說要給台灣AZ疫苗 結果仔細看內文是怎麼樣 那是因為之前我們有給他們 100多萬的口罩 我以為是怎麼樣 波蘭要跟我們邦交 結果也不是 這友好到底是在哪裡 到底實際支持台灣 是支持什麼 我看到你的語言說 大家都知道這傢伙吃了中共的口水 請問一下中共的口水哪裡可以買到啊 那你今天你說我吃中共的口水 那我是不是說你吃到蔡同學的口水啊 是不是吃到民進黨的口水啊 還是你吃到法插工的口水啊 蛤 影片一開始就開始一直不斷的 就像綠營這樣子長期 人家在質疑他做錯的事情 他就怪給中國大陸 你都是一模一樣的論調嘛 我要回應你我都懶了 他還說我整天啊 絕情台獨掛在嘴邊啊 自以為在嘲諷台灣人 嘴巴說想當中國人啊 但身體很誠實的待在台灣拍高潮片 我當下我都傻眼了 請問一下我說我是中國人錯了嗎 哈囉 斯坦 你是不是沒看過我們的身份證啊 我們身份證前面清楚的寫著 中華這兩個字 你學中文也是跟中國有關吧 我們就寫著中華啊 中華你維基百科去查一下 維基百科寫著非常清楚啊 他中華就是中國的別稱之一啊 所以我此時此刻我的身份證 我待在這裡 我們的身份證上面就寫著中華 所以我說我是中國人我錯了嗎 當然啦我很清楚啦 他現在中國的定義 一定是要給中共啦 所以你看嘛 每次跟這些人講話 你都會覺得很痛苦 是你今天搞不清楚狀況 還是我搞不清楚狀況 是我在這片土地我比你懂 還是你比我懂啊 然後還說什麼 專騙中國大陸小粉紅跟台肩的斗內 所以支持我的台灣人都是台肩喔 你也太屌了吧 而且什麼叫台肩 你直接幫台灣什麼 獨立啦 因為他裡面一直在講什麼 他一直講說 絕青怎麼了嗎 台獨錯了嗎 總比舔共產黨的菊花 好吧 當下我看到這傻眼 這是你們的水準跟水平嗎 請問一下我今天我此時此刻 我存在在台灣 我們對於我們民主政治 我們對於監督政府 我監督民進黨 到底錯了什麼 我們監督我們執政黨 就像你現在波蘭人 你也是民主的國家 那你監督你的這個執政黨 也是你的義務 你的職責 那如果你今天監督波蘭政府 就有人一直說你什麼 你舔共 你舔共 你今天你會怎麼樣 我今天最不爽的是 明明民進黨做錯這麼多事 說謊說了這麼多 台灣人也非常多人都很清楚他說謊 結果你們今天就只要怎麼樣 今天這些說謊的人 不要舔共 我們都要包容 是這回事嗎 韓國人也講過恩萬變了 韓國人從小就是聽著 這些台獨的論述 聽到現在長大 請問台獨了嗎 甚至我們前領導人 陳水扁當時也是要搞台獨 結果最後怎麼樣 他也台獨不了 然後結果貪污 然後說這些貪污的錢 是建國基金 你不生在台灣 你怎麼知道台灣人 為什麼有些人會對台獨 會覺得是騙子 那麼反感啊 所以你們今天就只要完完全全去解釋說 哦 只要罵台獨就是舔共是不是 而且你們波蘭支持台灣獨立嗎 蛤 你們波蘭跟台灣有建交嗎 如果你覺得真的哦 台獨很重要哦 或者是你覺得我們已經主權獨立了 那但是此時此刻沒有的話 那你應該是要去罵民進黨罵蔡同學啊 你為什麼不去罵 你還在罵中共幹嘛 還在罵韓國人幹嘛 對不對 民進黨你也知道他在台灣已經掌握所有權力 立委也是他最多 這個領導人也是他們的了 為什麼還不台獨 為什麼不趕快推翻 韓國人的身份證上面寫的中華這兩個字 斯坦你幫我解釋一下嘛 而且你說中華民國台灣本來就是主權獨立的 哈囉 我們現在身份證只有中華民國耶 沒有台灣耶 你看你連這種都要騙 你連這種事情你都能講錯 所以我就告訴你啦 你就是被那些民進黨騙啦 因為我們身份證沒有中華民國台灣啊 難道你們波蘭人身份證都可以亂去更改他的名字嗎 可是我今天想當法國人哦 我肚子餓想吃法國菜我就變法國人 哦我今天突然想變德國人 我就可以填個德國是不是 為什麼今天非常多韓國人的觀眾或者是支持韓國人的朋友跑去你下面留言 覺得你在講什麼屁話 因為韓國人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我就是遵守我們現在的法律我們的憲法 而且啊你看到他裡面的話語啊 基本上都是什麼 哦韓國人啊 韓國人說啊 歐洲不屑美國重整世界秩序啊 韓國人知道中共舉辦的17加1被歐洲國家集體放鳥了嗎 哇這個斯坦你又說了一個大謊 如果依照我們台灣的媒體公佈出來的內容 我們以中央社官方來說 你所謂的集體 欸不對啊 說有些國家派比較低階層的人員去參與 然後Keypoint來了 你的波蘭還有參加耶 哇靠 身為一個波蘭人 你不趕快去跟波蘭政府抗議跑來罵我幹嘛 波蘭有參加17加1的會議耶 而且還怎麼樣 最好笑的我們官媒寫的哦 就寫非常清楚啊 波蘭還對中國大陸開放市場 進展緩慢不滿啊 你看 急著要趕快希望中國大陸開放 市場然後去賺錢 我看到我都傻眼了 欸斯坦你有空罵我 你沒有空罵你們的總統啊 你們的總統希望趕快中國大陸開放市場啊 太緩慢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這個住波蘭的人耶 所以你看你說集體放鳥你也在說謊 集體放鳥是全部這個17加1的國家都不參加 才是達到你集體放鳥的定義耶 所以你竟然你評論我的內容竟然都在那造謠抹黑還說謊 而且韓國人為什麼要聊歐洲 為什麼要聊歐盟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就是要證明你們這些外國人整天嘴炮挺台灣啊 就像你斯坦 你說你挺台灣那你怎麼不來入我們的集呢 你真的有機會來我們這入集 你就會看到韓國人說的啊 我們上面還寫著中華的身份證啊 你為什麼此時此刻還待在波蘭呢 那當然啦現在疫情啦 所以疫情結束你趕快來 你趕快來想辦法看看法律怎麼樣入集看看嘛 你到時你就可以享有上面寫著中華這兩個字的身份證啦 而且我們討論你們歐洲我就是怎麼樣 我最不屑你們這些想要利用兩岸衝突賺戰爭財的這些歐洲人 就像你那時候diam我的影片說得非常清楚 你說非常多國支持台灣參加WHO 請問一下到了現在呢 我剛好等好幾個月我就來檢視你講的這個話嘛 當時台灣的新聞都有寫什麼 新一波挺台作為全歐25國644位重量級議員 聯名致函譚德賽力挺台灣出席WHO 最終到了5月11WHO報名截止 世衛連續5年為邀請台灣 回頭一檢視你的話都在嘴炮嘛 所以這就是我賭籃的地方 你以為我幹嘛一直要講歐洲跟中國大陸 這是要證明你們這些歐洲人整天說挺台灣 然後我們民進黨瘋狂跟台灣人的宣傳 結果到了最後一場空又是騙人的 你挺台灣你波蘭此時此刻還是跟中國大陸幫交耶 你如果真的愛台灣 你真的希望怎麼樣 啊台灣獨立的話 那你應該趕快去波蘭的政府抗議啊 為什麼不跟中國大陸斷交 而且還有最打臉的新聞 當時波蘭電視台節目啊 好像說疑似支持台獨啊 結果啊波蘭的駐華使館否認啊 還說什麼堅持一蹤啊哇 那你斯坦人跑去哪裡了 你沒有空罵這個駐華的波蘭大使館啦 所以你看嘛一切都是在嘴炮嘛 挺台灣挺台灣挺台灣 到連我們WHA 我們又被排除了 又沒辦法參加了 然後就只能怪給是中共的壓力啊怎麼樣 那斯坦照你說歐洲也有非常多國 堵攔中共的話 那你們整個歐洲打中共不就得了嗎 你不要覺得我在跟你講笑話 因為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你好像說整個歐洲啊 都是不屑中共的利益的話 你們波蘭還跟中國大陸 提出抗議說你們趕快開放市場啊 對啊一切都是嘴炮 我今天回應你就是打臉你這種嘴炮的怪國人 你們就是想賺兩岸的衝突財 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這些人 然後他講到一段話最好笑 他說啊馬英九任內啊 對中共敞開大門 還去見那個大陸領導人 結果中共對台灣的飛彈的數量從1400枚 變為1500枚 打破當時中共對台部署飛彈的數量紀錄 你要是看什麼 輪媒是不是 你們波蘭都可以跟美國買到F35了 你自己說我的影片常常都在拖換概念 請問一下你這個是不是又在拖換概念 請問一下每一個國家或者每一個地區 就像我們到了此時此刻 蔡政府還是拼命怎麼樣 編列預算要跟美國買軍購啊 我們自己本身的數量都會增加 那中國大陸你以為他是怎麼樣 原地踏步是不是 飛彈部署的數量請問一下都是對準台灣 你的證據在哪裡啊 他們有周邊印度的問題啊 還有周邊不管日本之類的那些問題嗎 還有美軍一直跑來我們這裡 美軍美國這麼遠 美軍跑來我們亞洲這數量好啦 照你的話去講好了啦 那你覺得我們這樣 我們有辦法達到你所說的台灣獨立嗎 而且你一直說台獨有什麼錯 台獨有什麼錯 台灣本來就是主權獨立了 是民進黨的這些大佬都已經打你臉啦 像民進黨大佬邱毅人當時認為 目標理想要保留 但要宣布獨立必須考慮國際形勢 目前不適當 所以你看 連民進黨大佬 都承認現在台灣不是獨立的狀況 但你一直講台灣獨立你到底是怎樣 邱毅人還說美國不贊成台灣獨立啊 那你怎麼不跟美方抗議呢 不是最討厭拜登嗎 你趕快去抗議啊 那為什麼說你在嘴炮嘛 你看立陶宛到了此時此刻說多挺台灣 結果還是跟中國大陸沒有斷交 我以為他做了這麼多大動作 他馬上就要跟中共斷交 結果有嗎 你一直灌輸台灣的年輕人啊 中共多怎麼樣 中共多怎麼樣 好讓台灣年輕人恨爆恨死了好了 兩岸若真的開戰 因為兩岸的仇恨值超高 然後開戰 那你在哪裡呢 你要繼續拍著影片 然後繼續在那邊罵說 啊中共好糟糕喔 他幹嘛開戰 結果死的卻是我們 然後還有在你下面留言 支持你的一些台灣觀眾 你有沒有良心啊 我本來還比較同情你們波蘭 當時也受到德國納粹 德國納粹也是透過民主制度 選出來的希特勒 當時怎麼樣去侵佔你們波蘭 怎麼樣去殘殺你們的波蘭人 怎麼樣在波蘭大搞集中營 這你都忘記了嗎 我以為你們波蘭人有經歷過 這個殘殺之後 他會比較同情中國 當時被日本殘殺的處境 德國到了日後 對你們的善意都是非常高 你看看我們現在日本 那些大官三不五時去禁國神社 去參拜那些清華的 這些14名甲籍戰犯 就好比德國人 一直去紀念希特勒 所以我不知道你斯坦 你到底是用著什麼角度 來去評論兩岸 然後你還說 再說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貿易 占比43.2% 但他不敢說 中共到底買什麼買最多 現在全世界乖乖排隊 等台積電的生產的晶片 請問一下斯坦 我一直在談論台灣出口貿易 中國大陸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過去民進黨還在野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一直罵國民黨說 我們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一直要去賺中國大陸錢 都是把那個雞蛋啊 把我們完完全全籌碼壓在中國大陸 當時民進黨一直這樣罵 完全沒有像真的理性去探討 為什麼我們的出口會是這樣 對中國大陸依賴是如此的高 完全不會去理性的思考 當時就是罵馬英九賣台 所以自己上來了 結果你的出口占比 卻比馬英九還高 對於中國大陸出口 所以我罵的是這個點 你也完全搞不清楚 然後我講什麼 中共怎麼樣啊 中國大陸發展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拿出來恐嚇台灣人 你看你們這些人 都是一樣的狀況嘛 你回應不了我 因為我講的是事實 一回應不了我 就是啊 你在恐嚇台灣人 請問一下 你此時此刻在做什麼 你此時此刻 你是在害台灣人 你完完全全搞不清楚 現在台灣跟兩岸的狀況 如果真的打仗了 就像我前面問你會在哪裡 所以最後啊 韓國人也不想多講 他的這個影片內容啊 基本上都是在罵我啊 損我啊 舔啊 舔啊 舔來 但是啊 我去看他近期的影片 尤其在這陣子 蔡政府大轉彎啊 讓硬有復必泰的BNT 進來台灣之後啊 我看到他之前有一部影片啊 哇 公然說謊 當時啊 就在評論說啊 郭台銘感謝中共沒有阻擋BNT啊 然後他當時就拍一部影片 來去罵郭台銘啊 他說啊 中共不是一直說 兩岸同胞同胞嗎 就亂認親戚啊 你們要不要叫你們的中國大陸 學日本直接送台灣疫苗 用送的 台灣就可以收 所以啊 中共沒有要送疫苗 他只要賣台灣疫苗 賣的價格果然還比原廠價格貴了好幾倍 謊話連篇 中國大陸國台辦早就說要給台灣疫苗 送台灣疫苗 讓你品牌自己去選 就是我們的陸委會 是我們蔡政府說這是同戰 那請問一下斯坦 說謊了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中國大陸的確是要給台灣的啊 而且你怎麼不罵罵現在蔡政府竟然讓你有減字的BNT 第一也就是應有復必泰的這批疫苗 進來台灣了 這也完完全全打臉你當時影片中說中國大陸阻攔台灣疫苗 因為最終本來那批BNT是要給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批准使用 所以這一批就給台灣了 所以這是中國大陸阻攔台灣嗎 你要不要出來跟大家道歉一下啊 你說了這麼多的謊耶 我根本已經看你講我的內容全部都是怎麼樣 全部都只是說你也沒辦法打臉我 你就只能一直講什麼 因為我舔共 因為我怎麼樣跟中國大陸的論調一樣 你就只是為了貼標籤而做影片 所以我就說啊 今天華人輪子就算了 或者是小絕青小台獨就算了 今天你這一個外國人跟兩岸毫無關係的一個人 在那出來說謊指控我 然後又在那好像很挺台灣 還在那搞什麼哇除夕直播邊吃年夜飯 也搞不清楚除夕就是中國人的過年 然後自己還寫的叫斯坦講中文 中文 我看你們真的為了賺錢瘋了 說我支付寶 說我微信我就是愛擺為什麼 我就是看看你們這些人 整天高喊著自由 然後還要去干擾人家自由 為什麼我不能擺 你騙我也都能叫大家去抖內支持你了 為什麼我不能擺 不是說自由嗎 你們才是真正的獨裁 指責別人 但是就說著自己 說人家愛偷換概念 最愛偷換概念的 就是你們這些人 結束